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藝術是一個很powerful的一件事 好像音樂一樣 很想有這兩個元素夾在一起 希望大家可以帶出一些新的經驗給大家 其實我小時候已經開始畫畫了 五年級開始就參加了一個畫畫的比賽 然後就贏了第一 因為家人沒有錢買一些用具給我 所以我就停了沒有畫 近幾年就開始Pick up Farm 慢慢自己在這裡研究 我覺得Halo Kitty代表著 對我來說代表著世界物質的東西 我小時候很多同學 他們會有很多Halo Kitty的東西 很多文具 我那時候很吃醋 但是我以前很注重物質的東西 但是長大了就真的開了這件事 還有知道自己的Priority在哪裏 一看到物質的東西就 啊!Scream! Run away! 走啊! 我真的早期畫2012年 天鵝對我來說是一個很pure animal 所以也是來自我小時候看的 就是Ugly Duckling 其實因為我小時候開始都是被人畫肥 那時候就覺得他們說到好像是一件很衰的事 然後我就會很hurt 而且特別入了汗之後 我所有的缺點就好像放大 我想讓大家知道其實我們不應該bully對方 說對方我們應該要去鼓勵 還有看我們漂亮的一面 還有當我們愛惜自己的時候 我覺得一個人有confidence 有信心 是一件很漂亮的事 我看不住一個白的canvas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不知道為什麼有很多恐懼 因為有時候會怕失敗或者怕畫得不漂亮 所以不想開始 但是就是要克服這件事 因為其實是來自一首我錄的歌叫做小小個 因為我一件我很重視的就是親情 特別是我妹妹 因為她是我生命裡面真的鼓勵了很多東西 當你跟你兄弟姊妹的感情很好的話 是一個很大的祝福 因為在音樂裡面始終我覺得是有一個限制 因為你也有其他音樂人去involve 當你畫畫的時候 你拿著那個brush 是你 you're the boss 你是完全控制所有東西 我覺得同一樣的東西 我學會在音樂和畫畫裡面 就是怎樣看到一些東西更加去仔細 就是你表達的唱歌的方式 以及你一個brush stroke 都會很仔細 我很希望如果我不做歌手 有一天我可以成為一個professional painter 畫到一個很大很大的canvas 這個是我其中一個dream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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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